是不是讲过尊师众道是大愿 那我们拜菩萨说是不是也可以许愿说今生一定一门精进尊师众道 其实呢我告诉你 我你今天讲了我就告诉你 其实你要是许个愿说尊师众道的话 其实很容易做到的呀 你要是许个尊师众道的愿那是个大愿的 可以把很多人的身体啊处于很危险的地方 他都能用这个愿力来抵消很多业障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不会用呀 所以你今天讲了我就告诉你 那个之前那个法会上您说过那个期许愿求修的话呢 可以需要百分三分之一的业障 那这个许愿尊师众道的话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也差不多差不多比他还大呢 因为你要知道尊师众道的话 你想想看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尊重你的老师 你是不是学习就学得更好啊 是的 是的 你如果你今天学佛 你跟着师父你连师父都不承认 你说你这个佛法白学了吧 对 你说你说这个能量大不大你告诉我 大的非常大 就是等于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 我今天皈依观世音菩萨学佛 你说你尊重观世音菩萨尊师众道 你说这个功德大不大 大的 好了还不懂啊 如果你不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 你是不是已经退转了 是不是已经自己已经懈怠了 那你说你还有什么功德了 什么功德都没了 变成福德了 哦 现在知道尊师众道为什么这么重要 现在很多人不尊师众道 不管哪里都是这样的 吃大亏的 很多人都出大事了知道吗 哦就是因为尊师众道做的不够 你说呢 是的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 你爸爸妈妈把你养出来 你妈妈从小含心如苦的把你养大 你说你不尊重自己的母亲 不尊重自己的爸爸 不尊重自己的妈妈 你是不是也是不尊师众道一样啊 啊 是的 你不尊重孝道 没有孝道的话 跟跟尊师众道一样的概念 但是尊师众道更比孝道还要厉害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所以很多人不懂啊 你要是实在没愿许 许的话 你还是跟着师父 很尊重师父的话 你这个愿力就会给 消掉你很多业障的 好的好的 那如果我们许愿尊师众道的话 就生活中要注意什么呢 那第一呢 不能怀疑师父啊 对师父要尊敬啊 师父讲的东西先好好学啊 理解的先要自己也很开心啊 不理解的也要好好的慢慢研究啊 师父是不是讲的对啊 你至少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小时候读书 老师讲的东西你要听不啦 要的 老师跟你上课你什么都怀疑啊 你说这个同学还学得好不啦 还上得好课不啦 学不好 好了 明白了吗 明白 那个比如说有一次就是在初三弟子开示 然后下边有师兄他坐着说就坐姿坐姿啊 他就双手交叉在胸前 当时看觉挺便扭的 他像这种他就是如果他是弟子的话 是不是也属于他不尊师众道了 对了 如果他有意的那就是不尊师众道 如果他不意的 那么他要好好教育他 如果教育过之后又忘了 那就是不尊师众道了 我看到那个东方才师兄啊 只要师父就是一过来 然后呢东方才师兄都是鞠躬 直到九十度 非常非常的虔诚 就看到他们在尊师众道做的 对啊 你过去 你想想看过去 过去学堂里面的小同学 看见老师过来了 也是这么鞠躬的呀 尊重呀 你说对人家鞠躬的话 老师是不是教你更多东西啊 是是 你不要说老师了 你就是到到饭馆里面去 你从服务员客气一点 服务员给你点的东西也好一点 你或者从厨师好一点 你从你老婆去去供 你老婆说不定 帮你烧的菜都更好吃啊 这不对呀 对对对 明白 你好的 不要磕头就是了 一磕头嘛 人家就帮你背了呀 好的好的 那个如果啊 比如同修修的很好 让师父很开心 很欣慰 那师父同修他就 这个就有功德了 大量的加持哦 如果师父对这个孩子特别满意的话 你想想看 这个不是真实重道问题了 这是 这是法喜充满的 让师父法喜充满的孩子 你说看能不加持吧 你告诉我呀 是的 是的 好的 那同样就是说 如果说 有时候您可能这孩子不轻化 您训斥他 然后呢 他不接受 然后或者说让他做一些事情 让您很不开心 他这个就会有业长 对吗 你说呢 如果一个老师跟一个同学说 叫他好好的 他就不好好的 你说这个孩子有没有缺点呢 有没有业长啊 有 有 老师 优优独播出品行乐 像 对 编曲